很安心去给你们搞 因为有时整完一个工程 可能有一些小小瑕疵要执流 你们都很乐意去跟踪 帮我去催促去搞好它 因为今次我找了三间设计公司去设计 暂时来说我觉得 你公司的质量和价钱方面 都给我给分会给得很高分 很老实说 生活在繁忙的香港 有不少的都市人都希望回到家 有一个舒适的安乐窝 今天就带大家参观一个 位于新都城一旗690多尺的单位 一入到屋 看到这个以简约风格设计的厅 柔和舒畅的感觉 令到日常忙碌于工作的身心 都可以放松下来 护主希望保留原有的灯槽 所以在厅的设计方面都要花点心思 就好像沿用了白色的色调 以及以直线线条设计的傢俬等等 都可以令到厅和灯槽融为一体 整体的感觉就更加统一自然 这个花瓶是户主买回来的 他们平时很喜欢布置家居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就预留了一些空间 给他们发挥创意 设计师特意制造了很多空间 给护主摆放心仪的精品 例如有组合柜 电视柜和层架等等 而玻璃和镜面的材质 就可以扩大整个空间感 相信护主非常满意 这个为他而设的小天地 当然拥有小天地的不单只是护主 设计师都帮护主三位女女 在走廊里加了这块磁石板 不单只可以提供一个空间 给小朋友画画 亦都可以将一家人的生活照贴在上面 增加了不少温馨的感觉 大女喜欢蓝天白昏 所以设计师就以蓝色和白色作为主调 更加在衣柜门上面加了窗框的图案 营造了望出窗外的感觉 护主希望可以保留更多的活动空间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就特意利用了这个窗台的位置 设计了一个陷入式的书台 为了更加善用每一个角落 设计师都加了不同大小的柜 就像这条楼梯一样 这间房子不单只美观 实用性亦都大大地提升了 大女的房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了 不知道两个小女的房会是怎样呢 进到两个小女的房间就好像由蓝天白昏 飞到一个粉红色的童话世界一样 整间房以她们最爱的卡通人物作为主题 每晚能够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里面睡觉 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幸福 不过最想不到的就是 连工人姐姐都喜欢这个卡通人物 我觉得无论设计师或工程人员 全部都做得不错 为什么呢 首先设计师会因应我的要求 去设计和布置我的房子 另外这间房子入伙的时间 装修时间比较短 大概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 时间太闯了 其实她当时就尽量帮我配合我的要求 去缩短施工日期 结果她也做到我要求的日期 因为今次我找了三间设计公司去设计 暂时来说我觉得 你公司的质量和价钱方面 都会给得很高分 老实说 如果将来有机会再装修 或者有机会换柳再设计 其实都会找设计程度中心帮我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